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都被围 险些下尿 立刻命上将军旁军回援 孙斌欲先埋伏兵与马铃欲结杀之 韩国的城墙上 城墙身不害确实够狠 明明是个变法知识分子 愣是与卫军缠斗数月 血肉模糊 亲政沦为了一座雪城 齐国援军虽然没有到 可好歹把旁军熬走 进攻禀报韩朝侯 放心有我老身在 韩国绝不会灭亡 韩朝侯哆嗦着到城墙上视察军情 煞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变法十多年的成果一战尽毁 此处导演还注入了一段恐怖片氛围 挺能整活 我恨你 最后的台词 源于申不害与卫阳打的赌 各自变法二十年 看谁能复国强兵 从实际效果看 申不害是输了 历史上韩朝侯没吐血 申不害也没自问 韩国确实被打残 可还不至于灭国 据前幕的考证 申不害执政十九年 活到了六十多 寿终重寝 韩朝侯还多活了四年 申不害的变法失败 也不能全怪他个人能力 韩国的地缘条件与老板的性格也是两大决定要素 庞娟不情不愿带兵回救大梁城 路上遭遇零星齐军抵抗 都是一触即溃 接着来到另一个历史名场面 孙病剪造 为右使庞娟冒劲 孙病令军队每天剪造一半 也就是缩减做饭的规模 让对方误以为齐军溃散 庞娟果然中计 追着追着到了一个叫马林道的地方 这里数多灵密 山势险要 孙病埋涉了大量弓弩手于两旁 并在一棵树上刻庞娟死死树下的字样 带到庞娟赶到拿火把查看 伏兵万箭齐发 将卫军主力一波带走 庞娟仰天长叹 吼出著名的遗言 随成数子之名 翻译过来 大致的意思是 着了你孙病王八蛋的道 然后自杀身亡 剧中表现没有完全沿用史记 有些含糊其词 庞娟之死太过戏剧性 后世的学者总怀疑是司马迁文采太牛逼 刻意渲染 史学界对马林之战有诸多争议 时间 地点 细节 各种史料互相矛盾打架 逐书纪念里甚至说 齐位的主帅是田畔和太子申 压根就没庞娟孙病什么事 按照剧中的设定 庞娟战死 太子申带着三万铁骑 突围回到了大梁城 马林之战成为魏国走向衰落的重大转折点 秦孝公和魏央听到战况大喜过望 看来咱之前太紧张了 魏国也不过如此 苟了十多年 咱老秦人的机会来了 此时魏国的朝堂乱成了一锅粥 这次真是元气大伤 魏惠王脸上愁云惨物 像吃了二斤披霜 公子昂和太子申把兵败之祸 全扣在了庞娟身上 不是我俩勉力称职 魏国输得更惨 老将龙古实在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为旁娟辩护 明明是你俩未占龟缩 怎么成盖世英雄了 狗日子不要脸 老人家说话太直太冲 三两句把魏惠王也说毛了 退朝时魏惠王气血上涌 一头栽倒 大魏王成了兽皮猴 换我我也受不了 连续两次把魏国按在地上摩擦 秦魏王大喜过望 一不小心霸业竟然成了 邹记田记两位爱亲 说说咱下一步该怎么走 丞相邹记相当乐观 建议趁势吞并 宋 鲁 薛 陈四个中小诸侯 再往下就是统一大业了 据老夫推测 十几年搞定 此时田记举手发言 泼冷水 这两回胜仗主要是靠孙并的计策 齐国的根基还远达不到统一的水准 一通地死弄得齐威王很是不爽 魏国战败 第二高兴的是秦人 民众纷纷上书要求大谱 也就是搞官方狂欢 锦监本来以为借机乐呵乐呵 没想到魏央又上架子了 胜仗是齐国人打的 混混燃清和声 河西顾地还没收回来呢 就想着如何享受 岂有此理 就算幸灾乐祸 魏国翻车也不行 泼冷水 我魏央是专业的 隔天小巢会 秦孝公拿不准 现在是该攻还是该守 魏国兵败 中原权力真空 魏央分析必然打成一锅粥 如今秦国变法已成 该出关让诸侯艳艳获了 一完成咸阳迁都 由孝公亲自主持 搞定南缠的老士族 二由车英 景监和我 积极备战收复河西 三大出寒谷关 逐鹿中原 秦孝公对人事安排 颇有些不满 哥不想搬家 只想打仗 邵良一战 我可是近二十年 没再打过仗了 秦孝公对河西之战 忧心忡忡 他年少时跟着父亲 与魏国死� 心里不免有阴影 比如小时候班上 有个老欺负你的胖子 就算现在你实际 已经超越他 没打赢之前 总会带着莫名的恐惧 另外一重担心 是秦国缺乏名将坐镇 出乎秦孝公的意料 这次魏央进主动请英 做统帅 他年轻时 曾习过几年兵家 后来才转头到法家怀抱 没有带兵经验 却要负责重大项目 换了别人 孝公肯定是拒绝 但十多年来 魏央想做什么都做成了 路径依赖决定相信他 两人约好凯旋后 咸阳痛饮庆功久 好端端的白领高官当着 魏央为什么要亲自带兵打仗呢 一切源自他制定的国策 只有立下战功 才能获得更大的福利 你可能注意到了 魏央现在爵位很高 但并没有封地 收复和西的一仗 就是他从魏央变成商鞅的原因 魏国那边出场了一位新人物 丞相慧师 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典故 成语学富武车 指的便是他 乃学者型政治家 慧师感叹着天下大乱 霸权旁落 咱现在需要树立一个敌人 对内凝聚人心 对外转移矛盾 看来看去 这个敌人非秦国莫属 有了祥林扫旁圈的铺垫 魏惠王早已烦透了秦国威胁论 三两句片汤话打发了慧师 等完成了咸阳迁都 苟了十多年的老秦 终于动手了 魏央带领大军 悄悄向河西方向进发 嘱咐警监和车鹰 在其次 然而数万人马要悄无声息 谈何容易 魏国的河西副将 晋笔察觉到了秦兵动向 立刻跑去大梁汇报军情 魏惠王在搞钱与搞钱之间 选择了搞笑 秦军秘密开进河西 意图不明 小小的秦国 他意图不明多少年了 末将判断 秦国要收复河西 那就是意图很明嘛 太子深和公子昂认为 晋笔小题大做 秦国平弱 哪来的十几万大军 再妖言惑众斩了你 魏惠王倒是也没傻到底 命禁笔再探再报 万一秦国真想找死 那就让他如愿以偿 河西之战事关国运 魏央虽然信心满满 可秦孝公怎么都觉得不踏实 这天把咸阳市长王氏叫来 说万一秦军有失 关中西部会成为前线 天都刚完成 城防部队欠缺磨练 必须加紧备战 做最坏的打算 部署完毕 秦孝公立刻赶去离山大营 这几天最不爽的要属将军此案 麻眉匹上阵打仗竟然不带我 凭什么你去河西让我镇守秦东 老子要上前线 秦孝公也理解老兵们的愤懑 坐下来跟大家上一苦思田课 百年间秦魏在河西之地反复争夺 死伤将士不计其数 可这次不适宜锤子买卖 进攻和防守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一番话说的重将没了脾气 魏国那边正愁有谁出任主将 自从旁娟生死 满朝竟然没一个能打的 在太子深的建议下 魏惠王决定释放老将龙骨朝前议事 国难当前龙骨倒是不计旧仇 大声疾呼一定要重视秦国的新军力量 但魏惠王仍沉浸在大国的肥盗泡里 判断不过是零星的骚扰 无需大惊小怪 龙骨身心百战 但嘴皮子笨拙 被公子昂和太子深两个嘴子说的没脾气 行吧一切任凭我王调遣 为搞平衡 魏惠王任命丞相公子昂为主将 龙骨为副将 兵贵神速龙骨建议立刻带金兵赶赴河西应战 可这是公子昂大宝贝第一次当上了主将 必须拔谱摆到位 要不这主将不白当了 魏国朝堂在扯皮内耗 秦国却已就位 生机勃勃 嗷嗷待战 按照一般的思路 趁主将没到 打突袭最划算 先收割一波再说 但魏惠王却拒绝了 他的带兵风格与吕出奇魔的孙并非常不同 和曾国藩的结印寨打胎仗有些类似 讲究一板一眼层层推进 齐袭也许能赢 但魏国断然不服 只有在正面战场硬钢 才能把魏国真正打服 公子昂在磨蹭 龙骨懂不了了 带着副将近比先行回河西 那里还有八万步兵士卒 虽然战力不太行 可好歹算个抵挡 魏国主帅敲定 魏羊仍然慢条思理 这天到山岗试察 魏国在三个山头分别驻扎成犄角之势 军列严整 感叹着龙骨不愧百战老将 接着找来三位附近的药农 打探地形地貌 他们原都是秦人 自然非常愿意效力 警监和车鹰不理解 现在不打更待何时 等公子昂带着六万铁骑奴兵支援 十四万可就不太好打了 别说警监车鹰 就连对加龙骨都不理解 回到河西后摸不了头脑 魏羊扎银多日咋就不偷袭呢 夜半凌晕让人心里发毛 难道纯粹为秀个肌肉 几天后传来消息 说公子昂的六万铁骑精锐已出发 这正是魏羊一直在等的机会 他立刻升仗点兵 向大家解释 为何会忍这么久才行动 简单总结一句话 必其功于一役 把魏军主力卷包带走 历史上的此次河西之战 主要见载于史迹 细节与剧中的呈现差别很大 一会儿捋完了剧情 我再复盘解析 公子昂慢慢悠悠 带队开赴河西 路上该吃吃该喝喝 娱乐生活啥也没耽误 甚至还带着御用乐队 前面提到过 历史上的公子昂 其实是个文武全才 在剧中 他是被黑得最惨的一个 完全成了祸国小丑 信之所至 公子昂提笔给魏羊 写了一封劝详信 你现在退兵认输 还来得及 不要不识抬举 魏羊看到信 差点笑出声来 立刻写了回信 说一和没问题 但必须得到矮的中军大丈夫谈 跟不跟随你 面子上一和 并不耽误双方排兵布阵 几天后 公子昂到达河西 与龙谷的兵马分开扎营 两路大军 一个人多能力弱 一个人少能力强 先攻哪一路呢 警监和车银认为 应该先打龙谷的老兵军团 用软式的练手提阵士气 魏羊却坚持 先打公子昂手下的精锐 这老小子滑而不实 贪攻为过 万一把龙谷打残 没准压就跑了 公子昂那边的声障点兵 随心所欲 如同坐尸 最扯淡的是 专门分出了一万兵马 去堵住龙谷兵团 收拾魏羊一如反掌 可不能让他去抢功劳 龙谷最近正染病卧床 得知公子昂的骚操作 立刻地铁老人看手机脸 一时之间搞不清 谁是敌谁是友 开战当天 公子昂带护卫到秦军大仗和谈 其实双方都暗地憋着阴招 和谈的同时 战争其实已经打响 公子昂上来便给魏羊套近乎 以朋友自居 魏羊立刻大火力喷回去 谁跟你是朋友 能要点逼脸不 当眼无耻小人 反以朋友自居 脸皮太厚 现在有必要搬出史记了 《商君列传》记载 两军对垒前 是魏羊主动写信给公子昂 攀交情 当初在魏国时 咱俩很铁 现在实在不忍心 打翻友谊的小船 没什么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 咱定个停战盟约 回去跟两边的主公都有交代 秦魏人民也不用再经历战火 公子昂信以为瞻去赴约 喝到一半 魏羊命令刀斧手绑票 魏军没了主帅 方寸大乱 被秦军打败 只能割地求和 从公子昂没有什么防备 这一细节推测 他跟魏羊大概确实有陈年故交 《旅逝春秋》里也有类似的记载 把魏羊当成被信弃义的反面典型 剧中的呈现 跟史料的记载刚好相反 从各位其主的角度看 魏羊除了道德有些滑坡 倒是也没什么问题 所谓兵以炸力 自然是看效果 我猜可能是作者太喜欢魏羊了 不惜铺陈剧情为其着补 所以才杰克苏光环爆棚 咱接着看剧情 大帐中不时有赤喉兵士报告战况 工藏的部署完全在魏羊的预料之中 六万金兵转眼间成了三万 魏羊提出咱玩一个桌游军旗 你出三万旗兵 我上两万不足 咱摆开阵势正面刚一场 输了我立刻撤出河西 永不侵犯 如果赢了 不光河西 韩谷关和秦东 我全都要 工藏一听 两万对三万 优势在我必须答应 先回应鼓动士气 魏羊既然拖大 那咱就让他为狂妄付出代价 与同时 龙谷老将军带兵钱来增援 却被工藏的一万兵士挡住 主将有令 不许河西老兵搅局 同时传来魏群梁仓被袭的消息 龙谷仰天长叹 魏国要安 两人登上了山顶的VIP观战位 魏羊一声令下 秦军开始摆阵 二十年前的少梁之战 工藏作为援军参加过 那时的秦军 只能叫庄家汉总动员 凭着血气之勇快乐向前冲 反观现在 军容整肃 战法娴熟 工藏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 轮到他布阵 基本就是一通瞎指挥 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为何只上一万 你跟咱们一块全压上去 再感叹一句 工藏被黑得太惨了 全军压上引杀 刚开始效果不错 秦军节节后退 只能靠密林中的弓弩辟兵克制 工藏志得一满命继续追击 果然中途中了埋伏 这架势让我想起了地道战 军中司马满脸是血前来汇报 统帅 我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消息 坏消息是全军覆没 更坏的消息是只用了一个时辰 工藏见大师已去 只能投子认父 今天落你手里了 说吧要多少赎金才肯放我 金银财货 哥有的是 在春秋时代当俘虏 不算一个太严重的事 哪怕是国君被俘 通常也就是交赎金 客客气气的送回国 可进入战国 大家越来越没底线 杀高级战俘 屡见不鲜 工藏此刻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说着把那把赤油天月剑掏出来 正是第二回礼紧监假扮薛国商人送给公子昂 魏杨微微一笑 说你直接还给本主吧 有请战国于则成 魏杨说您的命可比一把剑和几块金疙瘩值钱 拜托你今夜修书一封给魏王 限期一个月交出河西 喊谷关与秦东 再加上小山和李石两处要塞 否则箭头不见人 兵熊熊一个 将挫挫一窝 龙谷听闻公子昂战败大骂其蠢猪 副将近比立刻觉察出危险 能打的不如会说的 如果让公子昂回到魏国 一定以及肯定会把脏水破到您身上 不如咱带兵回河东驻扎 用兵剑胁迫魏会王把公子昂宰了 龙谷一听大怒 赤其小人行径 大丈夫有死无降 决定明天全军轻装死战秦军 我这把老骨头没也就没了 近比你还年轻 好歹给魏国留点人才火种 你带着全军老弱伤残 今晚立即撤到河东 近比在历史上确实魏国名将 不过作者让他早出场了大约半个世纪 第二天 龙谷带着剩下的六万部族 对阵秦军骑兵 魏昂对公子昂不客气 见了龙谷却礼让三分 老将军你要是不想打 可以全身而退 小弟承诺绝不追击 龙谷一枪热血正气 打仗不是勤客之伴 今天正要领教一下 秦国十年磨一剑的新军有多厉害 这一仗充分体现出变法效果 魏军的弓弩方阵本来是优势兵种 一般下几场剑雨 便足以应付多数骑兵 然而秦军如恶虎扑石 前扑后继 无一人退缩 冲的卫兵心里发毛 还记得上回我提到过 一颗人头就是一级爵位 在这种体系下培养出的部队 对旧式军队如同降维打击 史料上未曾提及此战的斩首数量 我盲猜三四万总是有的 杀到最后只剩下老将军一人 车银横讲规矩 先单挑夺下了兵器 魏阳念其中勇 本想放了 但龙谷并不领情 选择训国 此之前 发自内心吹了一通彩虹屁 由此虎狼之师 何愁大业不成 得知工藏被俘 魏惠王发飙狂怒 让他下地狱 谁知民枪没挡住 案件也到了 看秦魏大战 东方的齐国 不讲武德 提出了领土要求 不可让三百里土地 立刻发兵被刺 魏惠王气得蹊跷声烟 欺负人本是矮的专业 现在居然被霸凌 无代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龙谷的 河西老兵身上 话音刚落 尽笔屁滚尿流的进来 一瓢龙水浇在老板头上 龙将军战死了 据统计 魏惠王在位五十年 共打了五十场仗 输了二十多场 胜率勉强过半 他小事上精明 遇到大事 却每坑必踩 再加上特别长寿 一己之力 把超级大国 折腾成了二线诸侯 战败后 魏惠王心神不宁 总是回想起多年前 老丞相公输锁 劝他杀掉魏秧的 那个下午 当时谁能料到 这小子如此狠辣 早知道一刀杀了 免除后患 冷静片刻 他把劲比叫来 你说句实话 此次兵败 到底是领导层太垃圾 还是秦军真的牛逼 劲比是见过炮火的 一线打工仔 直言丞相固然有轻敌之过 但关键在于秦军有硬实力 咱输得不冤 魏惠王长叹一声 四面强敌环似 朝中无人 就由你当主将 辅佐公子山收拾烂摊子 跟秦国讲和 并尽量把公子王赎回来 他虽然打仗很垃圾 处理政务还是及格的 魏惠王派使者 去魏杨的帐中议和 处理收入囊中的和西 主要争一点在于 小山离使两个军事要塞 这俩属于河东 是魏国的固有领土 魏杨态度很鲜明 输家没有权利讨价还价 必须割 容你们三天时间考虑 不给就战场剑 并杀工赃祭旗 魏杨和西大姐 丈母娘太后非常开心 我闺女挑老公 果然有眼光 这事很快会传到 你大哥银钱耳朵里 收复和西师弟 是他毕生的理想 现在魏杨办到了 等那柄天月剑拿回来 没准能趁机弥合 儿子和女婿的矛盾 紧监作为特使 去魏国都城安逸 签割地协议 前面提到过 迁都的时间前后矛盾 此处就不纠结了 战场上赢了就是硬起 刚道变气势汹汹 反客为主 军事要塞必须割让 没得商量 魏惠王长这么大 没有如此憋屈过 奈何国中 连一支城建制的军队 都找不到 被按着头 签下了丧权辱国条约 合约继承 魏杨立刻派兵交割 以防魏惠王反悔 部署完毕 他眼含泪光 终于不复十多年前 对孝公的承诺 目的达到 工藏也没必要再浪费 粮食养着 回去吧老哥 有你债号废物点心 在魏国当政 我绝对放心 不出所料 回到魏国 工藏立刻支撑起来 把大部分罪责 推到了龙骨等人身上 魏惠王这次 名亏暗亏吃了个遍 早就麻了 给工藏降两级爵位 象征性惩罚 打不起秦国 咱就先苟着 迁都大梁 日子还得过 先胖不是胖 后胖压倒炕 战国初期 头号猛男 魏文侯开创霸业 仅过了一个甲子 魏国便不可逆的 走向了衰落 从此再也没有支愣起来 秦军凯旋回到咸阳城 市民们夹到欢迎 高呼大梁造万岁 紧监风驰电车 扑向令狐 可相思安利 淫欲在人群中 焦急的寻找丈夫的身影 一万才知 魏央主动去 离山大营加班 紫岸将军 一直对未能上 河西前线拼杀 颇有意见 魏昂来了个以德抱怨 把秦国最重要的 东大门寒谷关 交与紫岸助手 这下反而把紫岸 整不灰了 修我毛哥 与紫同城 搞定战事 秦国举行了 盛大的咸阳迁都大典 孝公在堂上慷慨陈词 二十年变法 秦国走过了一条 血泪交加的光荣金基路 孝公算是实现了 即位之初 收复河西故土的 KPI目标 此时老太师甘龙 以毛发苍白 保守派势力 在板上钉钉的 治国成绩面前 不得不服软 讲完话 论功行赏 紧监 车英 王氏 司马错等 重臣将领 均加官进决 普通兵士 一语录军瞻 人人有份 最大的功臣 自然由国军宣读封赏 魏央特封商帝十五亿 绝号商军 亿大约相当于 现在的镇 校公在求贤令里承诺 与之分土 正是此意 从此 咱终于可以称呼他 历史上最耳熟能详的名字 商秧 也就是封在商地的秧 一个经过深测变法的西部大国 终于浮出水面 秦国崛起 商军归位 两位战国某男 还将迎接怎样的挑战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德军行道 践行理念 从而名利双收 战时的商鞅 可说是战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天花板 作为秦国最当红的炸子鸡 自然引得各方势力攀附八截 府上的庆贺大礼包不计其数 有珠宝财货 也有仆役 并提升了安保等级 太后甚至派了俩女孩随侍 可这一切 全被商鞅铁脸一张挡回去 百级之外 其余铁机卫士 全部退回军营 进府后 银玉立刻冲过来求抱抱 他俩的感情比刚成婚时亲密了不少 打了几个月的仗 身体被掏空 喂羊肉菜饼三件套 大快朵银 吃了一会儿 拿着筷子便轰然大睡 太后刚搬到咸阳的大宫殿 两居屎换成了大别也颇为不习惯 他现在满脑子是给儿子迎娶两娶媳妇 商鞅一口气 睡了三天三夜 可算是缓过劲来 收复何熙 变法大成 他本有隐退辞官之意 可这几天发生的事让其放心不下 国府曾出台法令 禁止私下送礼 现在却满屋子的金银财货 银玉发愁该怎么处理 商鞅果断要求全部退回去 公然打老士族的脸 胜任上大夫的警监和国卫车鹰 也有类似的困惑 一大早跑来要个准话 礼要是收了到底违不违法啊大哥 这摆明了是贵族的糖衣炮弹 商鞅立刻带着他俩去廷尉府battle 廷尉长官对送礼之事门清 打了圣仗全国狂欢是老秦人的通力 送点礼物在所难免 法不择众总不能全拉出去砍了 民意难为啊大人 商鞅据理力争 千里之堤毁于以学 此风必须杀住 此离开风气弥漫 兴岛形同虚设 新军锐气瓦解 官府正气消散 庶民的守法精神也会随之混散 这段话引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该如何对待民意 商鞅虽然跟儒家不对付 但两派在治国上都是绝对的依赖精英 商君书更法有云 民不可与律史而可与乐成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翻译过来就是老百姓见识有限 立法这种高级工作 事先无需征询什么意见 只要论证可行 干就完了 等他们享受到实际的好处 便不会再瞎逼逼 民众甚至没有拍马屁的权利 无论保贬一律禁止 只知道有工赏 有过罚就够了 公告一出杜志为代表的老士族炸了锅 马德顺着毛铁还铁着醉来了 太师甘龙仍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咱现在不光有狗 还得带头把礼物收回来 正当变法的正面典型 反击时机未到 谁也别瞎扑腾 最近秦孝公迎娶良身体爆样 时不时来个高烧39度 却查不出什么病根 商鞅进宫探望 孝公却爬起来坚持喝大酒 二十年间 君臣互相成就 现在故土收复 变法走上了正轨 大家都有一些失去方向感 孝公有统一天下之志 但具体怎么操作 心中着实没有底 回到历史现场 当时的诸侯混战歌剧 已近五百年的时光 此前的所谓霸主 更类似于国际警察 为的是平衡国际秩序 从理念到技术 都没有突破封建林主治 大一统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 基本没有先例可供参考 商鞅按照历史经验粗略的判断 认为秦国至少需要百年持续努力 才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 也就是说 之后得接连续上五六个明军 孝公一听泄了气 别说五六代 下一代继承者还不知道在哪了 然后商鞅开始激情花饼 一带兄主崛起 将至秦国强大国力支撑 其 完成统一大业 一番话说的军上热血沸腾 然而接下来 商鞅却提出了隐退之意 孝公吓得酒杯没拿住 心中千万匹草泥马跑过 回到府邸 景监来报 太师甘龙带头退掉了庆贺礼物 并把老士族们训斥了一通 景监觉得戏做的有点过 但商鞅并不在意 假的也比没有强 回头给他发个锦旗 以资鼓励 更大的麻烦在于商鱼封地 长久以来 先秦普遍采用逐级分封制 理论上不会越级效忠 比如我是商鞅封地的老百姓一枚 第一效忠对象 永远是领主商鞅而非国军 哪怕商鞅要起兵造反 我也会跟着去 商鞅的改革是治权与获益权分离 领主不参与日常的军政管理 但百姓与官吏暂时转不过班来 要为领主立祠堂 建行宫招募私人武装 说到底了仍然是旧的封建制 商鞅认为此风断不可开 必须亲自走一趟 以正视听 几天后 一行人进入了商鱼郡地界 在十字路口碰到了一个运粮队伍 奇怪现在不是缴税的季节 这是整哪一出 兵士上前查问 才知是去黑林沟送赈灾粮 商鞅更懵了 这天朗日清的哪有灾 肯定是下面的人搞小动作 于是压着火跟去一探究竟 你可能会觉得耳熟 黑林沟正是当年太子银寺 下乡当知青的地方 曾是变法模范村 县令念旗有功 便发放了几年粮食 等于是那个时代的转移支付 进村后商鞅先巡视地面 只见土地荒芜 村民无所事事 嬉闹打架 广场上全是葛优堂的罪汉 几年前 李正的儿子黑毛 死在了练兵场 从此性情大变 带着全村一起沉沦 商鞅一番慷慨陈词 说的黑酒无地自容 山里人倒是很直接 砸破酒坛子 跳崖自尽 本地献猎也顺道砍了 商鞅俊守处理级 督导不立 伐奉一年 以官后效 商鞅的解决方案 打直球不绕弯子 非常强者逻辑 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皇帝 自救者天方救之 你们可以逃跑 可以掏出秦国 秦国绝不强留 没有血性的怒夫 这番嘴顿上架指 把村民说服 大家撒压子进山讨生计 商鞅本身能力超强 在他看来 游手好闲 是万恶之手 吃国家救济 如同蛀虫 必须根绝 世霸 郡守处理级 却提出想调职 只要不在商鞅俊 去哪都行 他的请辞原因 等于是将了商鞅一军 如今商鞅的百姓 把你商君奉作神明 执政罪忌毁令出多门 以后百姓是听您的 还是听我的呢 商鞅明白了处理级的意思 所以马上召集大会 把各县的县令 大理政全叫来 重新申明郡县制的要义 此处有必要交代一下 剧中商鞅的主张 是理想化的郡县制形态 其封建领主 全力收缩到只剩个名 中央掌握 所有自由民的税鸡 统一调配 这种完成态 别说是战国时期 即使是2000年后的清朝 也无法实现 否则雍正帝也没必要提出 官身一体纳粮和贪低入母 按照剧中的表现 商鞅作为领主 基本享受不到任何权益 只有个虚名 连赋税股权分红都不要 这非常之不合理 商鞅之所以选择到秦国 施展才华 一是回报秦孝公的知遇之恩 二当然是有名利的需求 爵位自然不必说 利就是商地15亿的税赋分红权 对应着求贤令上的 与之分土承诺 商鞅要封地的赋税 在当时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 因为意识形态分歧 确实有丑化商鞅的倾向 但剧中的作者 把他塑造成毫不利己的圣人 就有点过了 真实的商鞅是个什么人 史学界也许有争议 但他肯定不是交易路和孔凡森 有了商鞅的背书 处理即便再无疑虑 发誓要把商鞅打造成秦国的模范郡 大哥放心 几年后用业绩说话 警监坐镇咸阳李正 那天被秦孝公叫去 说商君竟然想急流勇退 这里面有啥说法没有 警监看瞒不住 竹筒倒豆子全说了 当年你妹恋爱脑上头 棒打鸳鸯 央哥现在事业搞得差不多了 自然想补偿爱人 而且俩人还有个娃儿 现正在小山一带隐居 秦孝公这才醒悟 那个面容俊秀的白公子是女儿身 哎呀老夫糊涂 你赶紧让子岸派兵 秘密保护白雪母子 商鞅的请假条我批了 具体休息多久 他自己定 警监拿着国君的诏书 赶去商鱼郡 路上刚好碰到商鞅 商鞅听闻很感动 军上还想着我嘞 终于可以放年假了 镜头转到九位登场的白雪 他是剧中的祝岩树担当 其他人满脸褶子白发 只有圆圆美貌依旧 这说明什么 老眼偏心 自从上次离开岳阳 白雪便与梅姑隐居小山腹地 并退出了白家商社运营 猴吟等几个大股东 各自另起炉灶 他与商鞅的瓦尔 已长到了13岁的年纪 取名此理 自小好动尚武 已经能射出这种威力的箭 比项羽还牛叉 他时刻关注秦国动向 变法既已成功 琢磨着秦郎也该来了 正说着有人叫门 门外来了个戴铁面具的神秘人 不好意思我串戏到敌人节了 面具人自称是游士 路过贵地讨杯水喝 哥一般小媳妇早下麻了 白雪是见过大世面的 请进门以礼数代之 说项目是爹妈给的 无需自愧 戴着面具你还怎么喝水 家里也没有吸管啊 面具客一听也对 便露出了真面目 要喝还是个老熟人 没错正是先前 因太子犯法连坐 发配龙溪大山的公孙古 白雪并没有见过 但隐约感到了敌意 古代在脸上情字 就是罪犯的象征 估计来者不善 果不其然 说了没两句 公孙古便阴阳怪气 话里话外指向了商鞅 这时子领小朋友打猎归来 白雪立刻攥紧了拳头 紧绝拉满 一旦公孙古有动粗的迹象 立刻飞身就儿 子领不认得情面之行 还天真的嘘寒问暖 公孙古就差没报商鞅的身份证了 但我的保处之心 却没有死 还好他并未向妇孺开刀 白雪心里不踏实 放出了信歌 召唤老搭档侯淫 几天后 商鞅来到小山 还没进屋 便听到了阵阵欢声笑语 三人正在屋里玩捉迷藏 商鞅此时早已眼含热泪 相思成灾 终于找到了谢虹口 这场戏本身设计还是不错的 触觉往往比视觉更加有温度 上次一别 现在娃儿已经会打酱油了 人生如昭露 那个在船头西别的狂娟世子 如今已是威震六国的改革家 这三年未见 两人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情感戏歌不太会讲 概括来说 下面唱了一首MV 拍了一首MV 顺便回忆了一下青春芳华 牵手散布时 白雪问起了未来的打算 张阳说 隐退申请 孝公已经批准 找个吉日 把你们主仆娃二三人 接去咸阳 盈玉和老太后 都很欢迎你加入这个家 如今秦国变法已成 也实现财富自由了 往后全是留着蜜和奶的幸福日子 我要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把失去的追回来 补回来 你要是问司马迁和司马光 他们打死也不会相信 商鞅会如此的浪漫洒脱 两人聊到了开心处 突然面具法克侠 公孙古持谢赶到 叫嚣着四打二 咱公平决斗 今天就要了你商鞅的狗命 还好白雪武艺傍身 抽出了商鞅的剑 迎刃而上 公孙古毕竟是文科生出身 练武半路出家 战力实在有限 可能是钱也没给够 三个黑衣队友比草包强点有限 四打一 仍然被白雪杀退 公孙古以前的态度相对中立 虽然谈不上多么用户变法 但与商鞅并无什么恩怨 但连做兽刑发配后 性情大变 总得数个敌人 才有活下去的理由 一个人可以易容 但声音很难改变 除非学狠人欲让吞探 所以商鞅判断 面具侠八成就是公孙古 只是有些纳闷 秦法甚言 背叛流放 除非找到了替身 否则很难逃走 等我回到咸阳 必一查到底 正说着侯吟也到了 说到老东家的信哥 再忙也得来 他与商鞅多年未见 自然要喝两杯叙旧 对于公孙古 侯吟提出会利用人脉多方查探 怕不是单人恐怖袭击那么简单 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上大副警监派人送来急报 秦孝公病倒 知道您正在搞对象 可还是必须知会一声 回不回来您看着办吧 平常的头疼脑热 警监绝不会特地发疯电报 看来是病得不轻 变法虽已成功 但保守势力并未完全认输 国军要是倒了 谁也保不齐 制度不会开倒车 秦国是商鞅亲手乃大的孩子 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又一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在美琪与乖儿子之间 他选择了秦孝公 搭领处理完工作 搁便踩着七彩祥云 回来接你们 商鞅与金南快马回到咸阳 据警监汇报 秦孝公发高烧 时重时轻 犹如重邪 太医院束手无策 古代的医疗手段有限 主要是拼免医力 不论平民百姓 还是王室贵胄 随便个什么病 都可能把人一拨带走 连营养医疗条件 最充足的皇帝 都绝大多数活不过六十岁 秦孝公病体不下火线 仍然埋手工作 一听商鞅回宫 立刻强撑着站起来 爱亲你一回来 寡人的病就好了三成 商鞅倒是不避讳 眼下最重要的除了养病 还有个继承人的问题 储君的费力 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可能都没有之一 内乱外乱往往皆因此而起 太早立太子 群臣容易巴结攀附 太晚又会人心不稳 其中的拿捏分寸鬼神莫测 多少朝代都栽在了 这个要命的关节上 目前选谁倒不是问题 反正秦孝公只有一根独苗 关键是他在哪 此处插一嘴 历史上的秦孝公 其实有三个儿子 除了嫡子盈四 还有盈吉和盈华 盈吉也就是出礼吉 不过剧中把出礼吉 改编成了能臣 并非同一个人 太子暂时失联 商鞅家却有喜事 公主盈玉怀上了 老来得子 商鞅喜不自胜 顿觉有点迷糊 照顾完媳妇 商鞅立刻召集变法 三巨头开会 国无储君朝有全臣 此时最容易引发人心不稳 当务之急三件事 一是寻访太子的下落 区域锁定在梅县附近 二清查变法以来 罪犯的服刑情况 挖出公孙谷 三书里被贬出的老士族官员 三件事只有一个目的 保证银四 健康快乐的回来继位 太庙令杜至 敏锐的觉察出异样 左个儿有一辆资车 秘密开进了太庙 祭拜后偷偷在挂室占卜 停留一个时辰才离开 你猜车上的人是谁 正是秦孝公银渠良 不问苍生 问鬼神 指定有猫腻 这时我猜想 定然是银渠良得了大病 一台坏掉的表 每天也有两个点是准的 屡次吃憋的杜至 这次竟然猜对了 但他历史战绩太差 甘龙不会因为他的一面之词 就梭哈 就算银渠良真病了 也是黎明前的黑暗 苟了这么多年 不差这几天 待局势明朗再出手 老太后想得更长远 要保证朝野稳定 得搞定一个人 大儿子银钱 自从被割了鼻子 银钱十几年闭门不出 但仍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老士族都指望着他 振臂一呼 对抗商鞅 而且眼看自己身体快撑不住了 必须把后患解决掉 这天太后到府上安抚 手边带着那把 从公子昂处缴获的天月剑 商鞅把你的宝贝疙夺回 要不咱就相逢一笑 免愁吧 可银钱水米不尽 就是不认商鞅这个妹夫 无论老太太说什么 就是一个贵字绝 传递出强烈的复仇信号 几天后 紧监来报 太子下落已弄清楚 就在梅县 历朝历代 臣子与太子的关系相当微妙 太近太远都不合适 商鞅叮嘱切勿走漏消息 只暗中观察即可 一切等君上定夺 镜头转到梅县 银寺的放逐模式是每过几年换个地方 砍柴种地 思考写作 几乎把秦国的全境游历一圈 他倒是心挺宽 老爸不召唤 就当一个秦宫语毒的知识型农夫也行 村里有个年轻厚生 名叫白山 觉得这位秦树 性格和善 有学问能处 这天放了宫 约银寺到家里做客 白家妈妈好酒好菜招待 银寺有些惊讶 一个农人家竟然会有酒绝 说明白山家有爵位 酒过三旬 白山打开了话匣 眼里冒着火说 他还在母亲肚子里食 父亲被某个无良权贵杀害 致使家道中落 银寺细问之下 我靠小丑尽是我自己 原来白山的亲爹 就是当年的新白里李正白亮 正是这场命案 引发了后来的太子屠村和放逐 银寺一直想不通 心脉为何会变成沙土 其中大概隐藏着一条黑线 但离庙堂之远 力不从心 也就慢慢淡忘了 白山的出现 让沉积心底的阴霾重新泛起 有传闻说 太子早已死在了深山老林 但白山一直怀疑是谣言 哪天抓到这小子 定要将其千刀万剐 银寺迷迷糊糊结束了九局 一晚辗转反侧 第二天打算离开伤心地 还好 警监也同步探听到 让李政随便找个由头 将银寺留住 并立刻汇报秦孝公 十多年的流浪生涯 银寺所到之处 口碑甚好 勤奋好学 低调务实 颇有加明 张阳立刻跟进助攻 太子一路到底 却没有沉沦 这是明君的胚子啊 老大您务必亲自跑一趟 劝回来咱慢慢打磨 秦孝公眼中泛着泪光 内心暗爽 看来如此可叫 所以立刻赶去违线 银寺见父亲驾到 如见怪兽 爹你要杀儿子也无需亲自来 我说杀你 何必等到今天啊 古代宗法体系下 最重要的关系便是父子 什么君君臣臣 君由此推演而来 同时父子间 也往往面临的权力传承 所以也是最纠结的 相爱相杀是正常操作 银寺回归的消息 马上传到了太师甘龙的耳朵里 这是个比算卦更强的信号 看来银曲良身体八成要顶不住 各部门做好逼宫的准备 回到咸阳 银寺先去拜会奶奶 离仇别恨 忠宠天伦之乐 老太后看孙儿长得如此结实 心下宽慰 也指望她能成为 银前与商鞅关系的年和季 毕竟割鼻子是因你而起 至于银寺能不能恢复太子的位置 秦孝公还要考察一番 紧监把这些年太子写的游学笔记奉上 文笔通畅 逻辑清晰 相当于一份变法的质检报告 她也不是当年惹是生非的熊孩子 搞定了继承人危机 另一个不安定因素 是身份难测的公孙谷 警监最近一直在复查罪犯服刑的情况 文件显示公孙谷仍在陨西流放 于是带回来让商鞅定夺 平尾府带上一个披头散法的犯人 脸上的刺青已模糊 且服食了雅药诗语 那时没有DNA技术 难以确定真实身份 轮到雅保镖金南出场 哑巴和哑巴好沟通 连笔活带猜终于搞清楚 十年前公孙谷对这位猎虎下药秦字 自己则金蝉脱鞘 潜心练武伺机复仇 廷尉下令将此人秘密关押 听后发落 商鞅在内室听得清清楚楚 抓公孙谷不能明着来 贼命车银派出大批赤猴 在咸阳关中一带秘密查访 对于是否崇利盈四位太子 秦孝公颇为犹豫 一切似乎过于完美 赶出家门时还是个浪荡小儿 怎么突然如此有见识 并写的一首好文章 怕不是士族在背后推手 我是在想啊 若是他背后有人 君上得虑 商鞅这次倒是没有过度阐事 何况陈已当了太子妇 太子如果有过失 我第一个掉鼻子 利益攸关并非儿戏 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 秦孝公总算放了心 这天把银四叫来中灭 他多年深入民间 对变法见解颇深 说变法虽然实现GDP的快速增长 但利益重新分配 在民间积累了不少仇怨 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化解 银四的表现接近满分 还有最后一道面试题 你跟公伯银钱的关系怎么样呢 这是一道送命题 但凡银四流露出一丁点 对商鞅的怨恨 太子之位必将鸡飞蛋打 还好他打得不威不亢 既合乎人情 又站队正确 出宫后 银四立刻去攻博银钱府上探望 但银钱命令紧闭大门 坚决不让进 大侄子现在非常时期 见面对咱俩谁都不好 秦孝公可算是拍板 重新立营四为太子 加官典礼老士族悉数到场 唯有太师甘龙称病不出 典礼上秦孝公声音虚弱 宣布身体欠佳暂停营业 由太子与商鞅兼领国事 听说老原甲病重 肚治就差没放便报庆祝了 但甘龙看得明白 这招叫引蛇出洞 谁先跳谁死 这是杨某 等待哪头蠢猪 自己撞上去 杨某比阴谋更加致命 一句话咱接着狗 银四重归太子之位 马上跑去商鞅府上拜码头 商鞅的话头不近不远 极有分寸 太子殿下先熟悉一下国政事务 这就是最大的孝道 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和警监 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商鞅很担心孝公的病情 主动去宫里移动办公 有什么事可立刻响应 在门口他读到了一封太医院主管李希的奏章 希望驱逐一个名叫秦岳人的大夫 并斥其为巫医 这个秦岳人正是威震历史课本的名医扁鹊 扁鹊是赵国人给起的雅号 商鞅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一看便知驱逐奏章源于李希的嫉妒 怕扁鹊医术太牛逼砸了他的饭碗 商鞅与盈玉商量着怎么把他请来给校工诊病 盈玉的大肚子就是现成的理由 于是借运俭的名义找上门 扁鹊是个聪明人不用多说 进宫立刻开展工作 一番望闻问切心下有了计较 机体上没有什么具体的病争 但五脏六腑都过劳衰竭 病根一在体二在心 两项都不好治 所以痴情纠缠自然是指玄奇 把个卖就知道校工为秦所困扁鹊果然牛逼 一番话等于是下了病危通知书 老太太一听脚软晕倒 难道真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秦校工的白月光玄奇此时在哪呢 名次与商鞅能否顺利磨合 甘龙为代表的老氏族会如何搞事情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了大秦帝国的第十回就聊到这 如果绝胆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您的认可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比心